2021年一款独立游戏横空出世 Inscription在推出之后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 被玩家们称之为年度最佳黑马 游戏所隐藏的秘密和资讯量 庞大的让玩家们感到相当精细 甚至游戏的表面和实质内容截然不同 可以说Inscription的出现 让Daniel Mullins名声大噪 早期的作品也都被玩家们纷纷看见 不过在越来越多玩家接触他的作品之后 都发现到他制作的内容并不简单 几乎每个作品都有所联系 而早在2016年Pony Island的出现 也打开了Daniel Mullins的游戏宇宙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Sero Pony Island虽然名字上看起来 像是一款合家欢乐欢乐游戏 但实际上游戏里 却充斥着恶魔的角色 就连氛围也都带给玩家悬疑诡异的气氛 而今天Sero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Pony Island的剧情解析 当然接下来的内容也会包含剧透 有兴趣的玩家们也可以自己体验了 再回来观看 如果遗漏或者是错误的话 玩家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吧 游戏开始 Pony Island的游戏界面 音乐轻松愉快 画面五彩缤纷 一只小马开心的跳跃 按下新游戏 镜头突然往外缩 变成了一个显示器 游戏变成了1992年 由Systemtech Inc.开发的Pony Island 玩家无法开始游戏 画面上的两只小马 仿佛像在程序中 进入帮助选项 会看到一个叫免费票券的选项 按下之后玩家就能获得一张票券 奇怪的是 显示器外的左下角 会有一只手拿起票券 很明显的我们正在扮演某个人 坐在荧幕前游玩这款游戏 当我们按下ES一键 也会发现到UI 都还是刚刚那充满五颜六色的UI 也就是一款游戏里面 有着另一款游戏 而我们也需要在这个游戏中 收集24张票券 随后我们按下修复开始菜单 左边的返回按钮就会掉下来 将它装好返回界面 就会看到两只小马已经苏醒过来 而下面的工作人员选项也亮了起来 诡异的是 工作人员的名单中 制作人是撒旦 项目经理则是别西卜 生意经理艾尔卡彭 游戏程序总监德古拉 名单里的名字不是恶魔 就是现实世界恶名昭彰的坏蛋 名单最后版权显示的 不是Systemtech Incorporated 而是属于Systemtech Incorporated 按下开始游戏 开始游戏的选项消失不见 出现了一个貌似吃漏洞的传送门 进入到里面后 需要玩家们在方格中放对图标 让钥匙走到钥匙孔那里 有一点类似于骇客创改代码 或者是修复文件 就连游戏加载不了 我们都可以进入漏洞中修复 此时游戏中有一个陌生人 突然欢迎我们来到Pony Island 感觉上他也了解到 玩家跑到了漏洞中修改文件 进入游戏 游戏是一个经典的横向卷轴 跳过障碍物的玩法 跟Google的恐龙游戏一样 在通过第一关之后 游戏弹出了祝贺的画面 此时玩家的经验值失去控制 不断的增长直接飙到100等 经验值都溢满出来了 不过右边再次出现了一个漏洞 点进去破解 会拿到一张票券 不久游戏就跳出一行字 想要体验Pony Island的其他内容 必须要献出自己的灵魂 只是右下角又出现了另一个漏洞 破解后游戏就会崩溃 按下打插键 就会回到电脑桌面 游戏里的电脑桌面 有着非常多的文件 一个在Hub的文件中 已经遭受到了破坏 Binary阻挡了玩家们的视线 但玩家们还是可以勉强看到里面的内容 一个781092等级的玩家 被困在了游戏之中 表示游戏开发永无止境 没日没夜的不断游玩 不断测试 结尾还说了一句 小马激光是关键 下方有一个聊天软件 打开后会出现14条未读短信的通知 短信是由一位叫绝望灵魂的用户发来的 跟他打招呼 他就会跟我们聊天 聊天中我们可以发现到 他是这台机器的囚犯 还表示玩家跟他都会遭受到一样的命运 也说自己有一个计划 但无法靠他自己来执行 所以便询问玩家是否可以帮忙 在答应他帮忙后 突然又有人讯息我们 对方的名字是一个乱码 但其实仔细看 他叫做路西法 也就是堕落天使 路西法发现到我们害入了Pony Island 表示自己开发的跳跃玩法不够吸引我们 而这时绝望灵魂又再次发来了讯息 问玩家们在跟谁对话 在知道是路西法后 绝望灵魂要玩家们无视路西法 随后便跟玩家们说了自己的计划 绝望灵魂说到 整个系统都是依靠这三个核心程序文件来运行的 删掉一个他的力量就会削弱 删掉全部我们才得以逃脱 接着路西法再次感觉到玩家在跟其他人说话 说自己已经修改了Pony Island的游戏 更是直接关掉了绝望灵魂的聊天室 还要玩家服从他 不管玩家打什么字 都会变成Yes Master 然后呢 华鼠突然自己动了起来 鼠标走向Pony Island的游戏 再次打开 这次游戏其实的制作团队变成了Satan Tech 星星也变成了五芒星 不过呢 游戏感觉上变得更加奇怪了些 玩法也变得很不友善 这次小马有这三条命 而小马周围会出现恶魔的小怪 小怪直接往内缩 将玩家给杀死 在游戏结束后 陆西发表示 他制作的游戏非常公平 只是玩家的能力还不达标 要我们下次再回来 或者是投降献祭自己的灵魂 当然献祭灵魂玩家自然也不买账 在出去组界面的时候 再次进入到选项 玩家可以把所有的选项给弄下来 后方就会有一个进阶设定的选项 这时玩家必须要把跌落的英文字母给拼上去 这才可以进入到进阶选项 拼凑完成后 后方出现了一道门 按下进阶玩法 Binary之间会有一个小小的救援型选项 里面虽然有着无线子弹 小马刀刃等功能 但都还是无法使用的 而上方又有一个真的无用选项 按下选项后 我们进入到了颠倒的选项页面 上方有这个 还有比这个更好的选择的选项 按进去后 我们就会找到小马救世的选项 最后就能找到小马激光的功能啦 可是就当玩家要打开的时候 荧幕突然躲开了 原来路西法知道我们偷偷来到了这里 更是说我们是作弊仔 不过玩家也没有想要理会路西法 在画面不断地找到游戏漏洞 并且对其害物破解 直接强行将画面给变回正常 之后小马便获得激光能力 打开嘴巴 有一堆Binary形成的激光炮从嘴巴喷出 路西法虽然要求我们将其关上 但我们还是选择了无视它 进入游戏 在有这激光炮的帮助下 围绕着的恶魔已经不是什么威胁 抵达终点后 路西法恼羞承诺 谴责我们这个作弊仔 快速地冲向前撞击荧幕 导致整台机器冒出烟来 荧幕都歪了一边 而这时候绝望灵魂再次出现 表示路西法被分心了 自己已经成功 骇入系统之中 并给了我们一个传送门 进入传送后 我们看到了阿萨兹勒 他将核心程序文件放在了 有四条锁链锁住的空间中 玩家需要跟他斗智斗勇 透过破解锁链的文件来解开锁链 就在我们打败阿萨兹勒后 就成功删除了核心程序文件 只是阿萨兹勒死前说了一句 你被骗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绝望灵魂并不是好人吗 接着我们来到了一个用户选择的界面 这里有着路西法绝望灵魂 客户跟一个已被破坏的用户 所谓的客户是玩家本身的账号 打开进入会发现到这里的大部分文件 都遭到了破坏 打开信息 绝望灵魂刚好在找我们 说阿萨兹勒疯了 还说他是一个假先知 哈哈 之后对话消失不见 绝望灵魂告诉玩家们 现在还有两个核心程序文件要删除掉 还说到随着文件删除的越多 保护措施也会越来越强大 随后便说自己有一个计划 要我们打开他的用户文件 密码是2734 进入到绝望灵魂的用户后 绝望灵魂要我们利用搜索程序 找到安全系统最弱的软件 好让他打开另一个核心程序的入口 结果安全系统最弱的软件 竟然是1%的Pony Island 绝望灵魂说要我们找到这个软件 并要我们游玩游戏争取时间 回到用户界面 玩家可以发现到被破坏的用户档案 随着玩家输入密码 密码的框也会摇摇欲坠 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不用密码直接进入 里面的壁纸看起来像是恶魔巴风特 打开备份密码的文件 会找到路西法的用户密码 进入路西法的用户后 壁纸中间就会看到Pony Island 在一个仪式上 打开游戏 游戏已经完全变成了 Satentag的工作室 再次的游戏变成了冒险模式 路西法再次出现 表示冒险模式是游戏的最新版本 并要求玩家们不要再作弊 进入到游戏 游戏已经变成了像早期Mario的地图关卡 绝望灵魂告诉玩家地图的北部 留着很多遭到破坏的文件 并表示那边是打开传送门的好机会 可是到了后面的关卡 有一个地方小马怎么过都过不去 回到地图 路西法发现到我们卡关了 便解释这个关卡有一点困难 接着就帮我们打开了 通往经验海滩的通道 让我们可以升等解锁翅膀 然而每当玩家通过一次 就要获得1经验值 需要100经验值才能升级 也就是说 玩家必须要玩上100次才可以 但此时经验条再次出现了漏洞 我们透过修改经验的程序 来让自己快速升级 解锁翅膀 拿了翅膀 路西法不忘嘲讽玩家 作弊者 之后我们便顺利的通过各种悬崖 接着我们也得到了一枚硬币 硬币我们可以在起始点的左边使用 起始点的左边有一艘小船 船上有一艘船夫卡戎 卡戎是冥界的船夫 可以在黑里斯的游戏中看到他的出现 他在游戏中扮演商人 我们将硬币交给卡戎 随后小马变成了一个人回到岛上 从外观上来看 这一个人是来自中古世纪的十字军 继续往上走 我们找到了一个真相之洞 在里面我们遇到了巴风特 巴风特给我们看了一个风景 然后给出我们三个问题选项 来让我们向巴风特寻求真相 分别是我什么时候死 谁杀了我 和我在哪里死 这里的回答给玩家们了解到游戏主角的身份 但为了影片流畅 这里选择之后再统一解释 离开真相之洞继续往前走 突然陆西法再次出现 说游戏目前还没有玩完 说还需要一点时间 便让我们先去休息 但我们怎么可能就此停下脚步呢 再次透过破解游戏 来强制打通前面的关卡 来到了一座城堡 殊不知城堡的关卡无法进入 陆西法再次出现 说他真的需要时间完成编程 还说玩家的实力还无法打败boss 要等他添加更多的关卡 在这之后地图也消失不见 玩家来到了一个未知空间 这里仿佛是陆西法的内心空间 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 陆西法各种各样的内心化 像是他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游戏内容 希望游戏是好玩的 觉得小马很可爱 所以制作了小马为造型的角色 甚至为了游戏更加的友善 觉得游戏太过于黑暗了 不知道什么是朋友的陆西法 选择在游戏中加了色彩 为了游戏可以更快的完成 他开始加快了游戏进度 变得更加的慌忙 需要更多的时间 为游戏添加了朋友 为品质提升了画质 一直走到了颠倒的城堡 我们终于进入到了bossさん 当然boss就是陆西法本人 他本想要将bossさん制作得更好的 但就因为玩家坚持要进入关卡 最终不得不迎战 然而即使玩家有着激光炮 玩家都无法伤害到陆西法 此时绝望灵魂打开了通往核心文件的传送门 进入之后我们遇见了另一位boss 他是七大罪的暴食恶魔的统帅别西补 在成功打败了别西补后 核心文件出现在了荧幕 但陆西法却跑出来阻止 绝望灵魂也出现在上空 用激光炮限制住了陆西法 好让我们删除核心文件 陆西法别无选择 从机器释放毒气 让荧幕前的角色晕了过去 第二个核心文件也成功删除 新来时眼前有着一个貌似是十字军的头盔 周围充满了街机 玩家再次走到了Pony Island的街机前 只是游戏如今已经变成了五彩并分 进入游戏甚至还有一个叫路易的角色 就跟之前我们在陆西法的心理化 看见的改变一样 在这里我们同样也是用小马 跳跃飞翔 射激光炮 只是这个版本游戏的激光炮变成了风 恶魔变成了蝴蝶 整体上变得更加的family friendly 破解密码的玩法也变成送蝴蝶回家 之后游戏再次出现了解锁更多内容 请献祭灵魂的画面 但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破解游戏 而是可以直接进入下一个关卡 不料 我们在关卡中遇见了耶稣 之后游戏更是开始出现了各种bug 一直走到一段时间后 画面变成了早前的黑暗风格 路易也出现在了玩家们的面前 要我们不要再继续玩了 在此选择攻击路易 游戏就会再次崩溃 并且跳出漏洞给玩家们破解 成功破解后 我们就会回到绝望灵魂的用户桌面 只不过画面上感觉变了不少 打开讯息联络绝望灵魂 绝望灵魂惊讶地说到 我们沉睡了整整331年 而刚刚我们玩的Pony Island 则是路西法用了331年改造的 不仅如此 绝望灵魂还说到 我们不只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里的灵魂 这里有这成千上万的灵魂都被困在了这里 他们没有选择向路西法投降 也没有坠入地狱 但就是困在了这里 并表示现在他们要找到最后一个核心文件 先是要求玩家从回收战中 找到路西法之前制作的那些不同版的Pony Island 希望能找到通往核心文件的大门 有趣的是 回收战里的游戏都是截然不同风格的Pony Island 就跟Inscription一样 每个阶段游戏就会有不同的版本 像是第一人称3D的Pony Island 或者是很经典的文字RPG玩法 之后则是由路西法制作的另一款作品 恶魔岛 我们可以在恶魔岛的制作名单中 发现到路西法的动机 原来路西法真的很喜欢游戏 希望制作的游戏可以得到认同 所谓的收集灵魂 就是为了了解有多少玩家喜欢他的作品罢了 而恶魔岛的小马变成了一个人 画风也更加的黑暗 通关之后绝望灵魂告诉我们 这里的安保系统很薄弱 毫不犹豫地打开了传送门 进入传送门后我们遇见了阿斯摩泰 其实恶魔神之一 七大罪的色域代表 他的bossさん非常特别 不需要任何打斗 只需要非常专注地看着他 跟他对话 当然他也会不断地询问玩家问题 如果回答错误或者是分心了 那么就会失败 而游戏也会想尽办法地让玩家们分心 甚至还会有陌生人在steam联络玩家 让玩家们误以为是朋友通知 在打败他之后 阿斯摩泰也没有食言 选择让我们删除核心文件 成功删除所有核心文件之后 我们来到了恢复模式 绝望灵魂也出现在了这里 表示我们启动系统删除文件 就可以获得自由 绝望灵魂此时召集了所有困在这里的灵魂 宛如洛基一样大喊 Your savior is here 并让他们跟着一起跑 这时我们也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关卡 BOSS自然则是完整形态的路西法 所有困在游戏中的小马一起逃跑 只要有一只小马死去 就会有另一个小马补上 一直到系统重启 最终我们成功打败路西法 所有的灵魂得到拯救 我们从一个草地上醒来 天空划过一只小马 游戏也正式结束 在制作名单走完以后 绝望灵魂再次出现在了玩家们的面前 如果我们并没有在游戏中 搜集完所有票券的话 那么绝望灵魂会和我们说 其实他会在游戏中不断引导玩家 就是为了让人家们可以顺利通关 并在游戏结束之后 卸载游戏 原因是因为绝望灵魂并不像我们 在打败路西法之后就能获得自由 而是要我们卸载Pony Island这款游戏 它才可以真正的得到自由 所以他也恳求我们将游戏给卸载 然而如果玩家收集完了所有的票券 那么绝望灵魂就会说我们囚禁了他 原因是因为玩家们会为了得到真结局 而选择不卸载Pony Island 那么绝望灵魂就会永远的困在这里 所以为了不要玩家们这样做 他选择提供了真结局给玩家 而结局就是对付他 我们一共会跟他进行三场Boss战 而每个阶段的Boss战都会采用不同的风格 先是经典的横向平台动作游戏的Boss战 也真正的结束 游戏虽然看起来很诡异 内容也相当丰富 但是隐藏在游戏的秘密也有着不少 首先我们先来猜测一下 到底游戏里玩家操控的角色是谁 我们在游戏中可以在各个地方找到恶魔巴风特 也可以从巴风特的回答中了解到游戏的背景 首先我是谁 从巴风特的回答中我们可以得知 主角的名字叫做西奥多 生前有这一位妻子和女儿 而西奥多也是一位士兵 在耶路撒冷的墙角下 被一位叫阿布阿均里的士兵所杀 死于耶稣出生了1252年后 我们在乘坐游戏的小船时 也会看到西奥多生前的模样 是一位十字军 而将十字军和耶路撒冷连接起来 西奥多则是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其中一员 当西奥多问到他是怎么样来到这里的 巴风特说你的灵魂是罪恶的 所有罪恶的灵魂都会在前进之前来到这里 这里的前进或许就是地狱 我们一开始以为游戏里的小马 是被路西法囚禁在这里的灵魂 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那么这里的每一个小马都是有罪之人 生前都犯下了不少的罪孽 那我们所谓的拯救世界的举动 岂不是宛如放走监狱里的囚犯一样 至于游戏里的绝望灵魂 相信有不少玩家也会好奇他的身份 这里有几种说法 一些玩家觉得他只是一个困得比较久的灵魂 一些玩家则是觉得他 其实是害死耶稣的犹大 因为有玩家就发现到 在游戏中绝望灵魂的用户密码 2734 在马太福音的圣经中 第27章的第三和第四段 内容是讲述犹大出卖耶稣的部分 但因为后悔害死耶稣 最终选择上吊自杀 而游戏中绝望灵魂想要给这些灵魂自由 是不是想要借此赎罪呢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有利的说法 在游戏的文件中 有一个叫不要修改成1的文件 如果我们将其文件修改成1 进入游戏后 路西法会出现在荧幕中 要玩家们交出灵魂 如果将文件改成2 那么路西法会和玩家们说一个秘密 就是自己很喜欢扮演其他声音 而他扮演的也正是绝望灵魂的声音 最后还说不要告诉父亲哦 接着我们继续把文件改成666 那么游戏的荧幕就会充满 His father pure evil的字样 这里的他应该指的就是路西法的父亲 但路西法是天使 父亲又会是谁呢 难道是上帝吗 不仅如此 His father pure evil这个字 其实在游戏里面也出现在了各个角落 相信路西法的父亲也会是一大关键 还有一点 我们在绝望灵魂的搜索程序中 也可以找到一个叫Avipur 1132%的文字 询问绝望灵魂 他会告诉我们One Kings 然后说将仆人的名字告诉给巴凤特 如果玩家们在网络上寻找One Kings的书籍 第十一章三十二节 就会发现到仆人的名字叫做David 我们在巴凤特那里输入David 巴凤特会说你死了都还在寻找耶路撒冷的门 并说到西奥多选错了门 那要怎么找到对的门呢 玩家们还记得刚刚其中一个设定选项的背景中 出现了一个门吗 我们按下进阶设定的安全设定 然后将右边的箭头关闭 就会看到后方夺着了聊天记录和库存代码的选项 这里的聊天记录对应了巴凤特那里的对话 然而我们在巴凤特那里打下His father pure evil的字的时候 巴凤特会表示 他是存在的 但我不是他 而我们回到聊天记录的选项 会发现到His father pure evil变成了Binary 翻译过来则是Useless Bottom Right 我们前去真的没用的选项 右下角会发现到躲起来的箭头 按下以后后方的门口就会打开 这时我们再去找巴凤特 然后输入David就会获得不一样的答案 他会说想要给我们看看我们的未来 画面一转 我们再次从街机厅中醒来 之前的十字军头盔已经消失不见 诡异的是 这次的游戏不再是Pony Island 而是他的续作Pony Island 2 熊猫马戏团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又结束啦 其实路西法这个角色 还有这些秘密在其他的游戏中可以发现到的 应该说是Daniel Morelims的作品 彼此都有所关联 如果想要看Inscription 或者是The Hex的故事的话 也记得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毕竟这些游戏的故事背景 其实都是连接着的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后没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我是Sero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